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 今天早上國安處又有行動 今天早上捉了賢學施政的黃逸戰和陳子森 他們倆都是二十多歲的男性 而且搜查了一個他們組織在葵涌中的倉庫 並且在裡面找到一些很古怪的物資 透過那些物資發現這個組織很有可能 他們一直都在幫兆家津做事 成為第二個石牆花 究竟井仔為何會這樣說呢 稍後也會跟大家詳細解釋一下 另外今天井仔也想說說關於港股的事 因為整個上午已經跌了一千點 我想算得上是一個小型股災 所以忍不住想說幾句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訂閱、讚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用一兩元去支持一下我井仔 我們的節目正式開始了 講起港股下跌了一千點 其實真的要講一下我星期五拍了那條 關於天降冰雹異仗的那條影片 我在這裡不是說叫大家信怪力亂神的事 又不是說什麼 哎呀真是下冰雹啦 真的下跌了 玩完了 不是想說這些 不過有時候 世事的事情確實很巧合 這頭說完 然後星期一 真是最準時就已經出現了 當然 如果有細心看我星期五那條影片的觀眾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我那一天是用冰雹事件作為一個開頭 最主要都是想引用現實世界恆大即將爆煲的這件事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對於未來股市經濟的看法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有時都會把自己的影片 分享去不同的愛國愛港的Facebook群組 但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分享去這些群組裡 都是不停被一些用戶留言人身攻擊 即是那些人是完全不看我的影片 然後就單純在不停人身攻擊我 又說我是迷信 那些說話全部都是人身攻擊 很難聽的 當然 我本身拍過一條影片下面 也有些觀眾跟我反映過 就是不希望我再說這些怪力亂神的事 這個我都能夠理解 亦都明白 因為不是每個觀眾都喜歡聽到這一類的說話 但跟Facebook那些人來說真的差很遠 因為在我下面留言的觀眾 他們都是帶過中性的立場去說 就不是單純去插我 罵我人身攻擊我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有時在Facebook那裡 發現有不少人 是假裝正常人在潛入各大群組 不停留言 去分化 去搞事 去人身攻擊其他人 如果各位觀眾遇到這些情況 其實是真的要舉報一下他們 另外就繼續說回跌了1000點的事 其實我個人來說 我真的覺得比較悲觀 其實我覺得跌這件事應該會陸續有利 不過先說明 其實無論跌多少點和升多少點都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確實很窮 即是不要說投資 其實現在吃飯都是說著慢慢緊 而我現在自己暫時看 我是看不到有任何利好的消息去做反彈 甚至乎你問我 我就會覺得可能去到星期三下午4點之前 應該是有機會見到23500點這個位置 不過至於為什麼我會這樣看 我就不解釋 但是大家過了星期三下午4點之後 可以回來看看我猜得對不對 在這裏 有時都忍不住要抽一下特首水 雖然特首還有金管局總裁余偉文 經常說 有了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股票市場就欣欣向榮 對 香港治安 香港社會環境是安全了 但就不一定代表股市一定好 即是有時有些政治人物說經濟市場的事情 即是等於我現在去猜 究竟三天之後會變成怎樣 其實大家真的不用太上心 因為如果真的信了特首說這些話的人 今天都已經不知不見了多少錢 接著繼續說賢學施政的事 其實剛才都已經說了少少新聞的詳情 現在就跟大家說說 究竟在葵涌工廠裡找到什麼物資 其實找到的東西大家下街隨便都買到 即是找到 MMM巧克力 那些什麼 魷魚絲 魷魚條 餅乾 毛巾 沐浴露 書 這些物資每樣東西分開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些 但是這些物資加起來 其實就是一個準備給裡面的人用的物資包 之前大家都不停在說 石牆花這個組織 如果大家不知道石牆花是什麼 可以去我之前的影片看看 石牆花這個組織 就是企圖透過控制物資 希望可以在裡面的世界 建立一套屬於他們的權力制度 企圖影響社會的安寧安場和穩定 上星期石牆花就說自己解散了 當初真的以為他們真的害怕 知道不可以再搞了 再搞的話自己做不到石牆花 自己也要進去 但是想不到 邵家遵、石牆花這些組織 他們把口說解散 但實際上他們做過的事 根本就是繼續死心不惜 石牆花現在明面說是解散 但他只不過是把他的職能和他們所織下來的物資 轉了手去給這個賢鶴施政的組織 所以我自己猜 今天賢鶴施政這個組織被人掛盪 最主要是因為警方發現了 原來你們石牆花組織根本就不安分守己 以為你們乖乖的不搞事 誰知道原來只不過是轉個牌頭 由原本邵家遵做的事 轉了給一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去做 大家都知道這些和借殼上市 新平舊酒 那些股市財技是差不多的 但是現在是現實社會 其實你去做什麼左閃右臂的動作 換一下名字 文件又改一下字 那些其實沒有意思的 所以最後一哥都不忍他 就說你口港解散 但實際上繼續做壞事的話 不要緊 現在直接去蓋你當 封你的貨倉 讓你以後不能再去爬文爬武 想著去控制入面的世界 去搞亂我們香港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很有可能 過多幾天之後 就會輪到邵家樽都會被人踏走 因為大家看到 賢學施政 和邵家樽和石牆花 一定是脫不了關係的 還有當日石牆花的解散聲明 都已經說了 他們的物資就會捐給其他機構 現在大家就知道他們捐給什麼機構 我想他們自己也想不到事情來得這麼快 想不到現在新一哥做事這麼有效率 他們最初如意算盤 可能就是打著每個牌頭做三個月 每次被人點名一次 再轉新牌頭繼續做繼續玩 只不過現在鄧炳強也免得跟他做小醜器 免得跟你阻磨又磨 明明之前已經給了一次機會他們 因為當石牆花宣布解散之後 鄧炳強和一哥那邊 其實是沒有任何動作去做的 只不過是他們那班人 永遠不會珍惜機會 覺得別人這一刻不做你 就代表別人沒有資格 沒有證據去做你 然後又繼續暗地裡 繼續搞第二個牌頭 結果現在不停超越底線 不停試條紅線 現在別人不跟你搞笑了 直接斬斷他們整個物資鏈 這個做法肯定是最好的 因為沒收了他們裡面的貨物 讓他們不能再把東西傳來傳去 也讓他們不能再透過其他中間人 企圖在裡面作威作福 另外這一個就是我自己想的 其實我覺得 嚴鶴施政裡面 今天被人寄了那兩個年輕人 他們兩個都應該是不折不扣的白手套來的 坦白說我覺得他們去做這件事 都應該背後卡了不少水 因為他們的前程應該是一早已經爛了 因為新聞也有寫 其實他們每個人背後都是揹著不少的個案 所以都是沒有前途可言 既然沒有前途可言 那就索性玩爛他 索性幫助組織做keeper 趁自己年輕便賺最後這一水 其實這個概念和賺錢是差不多的 趁自己還有少許機會 不停去聽上面的指令 看看物資怎樣收回來 再怎樣分配給裡面的人 那些書信裡面 又不知道怎樣暗藏資料 其實現在轉頭去看回 我都覺得這些年輕人其實是很可憐的 他們自己是玩到自己整個人生爛了 還要爛到完全不留一條後路給自己那隻 有時候是不是真的說 那些錢是真的值得去換整個人生前途呢 這些真的 唉自己可以慢慢在裡面想一下他們 還有我覺得這些新聞 其實我估計各位觀眾應該都開始對這些新聞有些厭倦了 而我自己其實都是差不多 因為在很早之前 其實好像說蘋果那些大機構 已經開始逐個逐個自己搞定自己了 那現在其實捉來捉去的那些組織 機構全部都是魚毛蟹匠 其實都沒什麼看頭 而且又不是說找到什麼很爆的資料 所以可能將來 如果再有些蚊營組織被人抓的話 可能我那天都未必會說這些新聞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各位觀眾就多點留言 大家一起聊聊天 給我多一點點意見 讓我改善一下自己 那就是這樣 拜拜